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等一个议员回来投票 31个建制派议员竟然在表决一刻突然拉队离场 这场没有赢家的政改争议落幕 香港政制发展可以怎么走下去呢 上个星期三立法会开始就政改进行表决 走温和路线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话 一早表明会投票否决政改方案 他认为现在社会没有共识下勉强通过 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动荡 做了11年议员 他说心情复杂 今晚只睡得不好 我觉得真的有千言万语 心情很复杂的 因为入了议会11年 唯一的抱负就是希望可以见证到香港有抱選 但是今天竟然就是要就算了办法投反对票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今天都不会有好心情 政改咨询期间 他曾经提出温和的方案 但政府和泛民都没有采纳 他又希望促成泛民主派和中央 在831框架下商讨政改出路 仍不成功 他觉得今次中央政府和泛民主派的取态 注定今次政改方案会失败告终 我觉得今天所有人都是输家 北京肯定知道很清楚 他要做什么可以准备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接受 泛民也都很清楚 其实他做什么可以为香港人争取得更多 但是大家都认为只要争取到自己的支持者的支持 就要足够不需要说服对方 那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对方先作退让 试去寻找解决方法 大家都不退让 就是我们现在的情景 就没有解决方法 我们要求政府 尽快继续向前走 假破水谱一定不得 假破水谱一定不得 立法会审议政改前夕 12个反政改的专业团体 向泛民议员递交收集到的签名 要求他们坚守立场 否决政府方案 全体泛民议员都答应出席 独欠唐家华 过去11年 我从来没有试过 好像近几年那样不受欢迎 我做了表情 我是不接受这种 不意思的捆绑 因为我是不断努力 去希望为香港这个困局 找出路 反而有人认为 我的立场是不够坚定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非常大的讽刺 也是对我个人的人格的一个 就是不是太客气的 一种侮辱力 就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产生办法提出的议案 主席 我动议通过 政府根据831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 最后原封不动提交立法会已决 手中有一票 一定是比目标好 有普选 一定比原地踏步好 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 改变的不单只是选民数目的量变 由1200人变成500万 更加是选举生态的质变 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 就连拒绝指鹿维码的尊严都会丧失 请看泛民变险了 假民主啊 可能最令我感到痛心的就是 831之后 其实无论特区政府或泛民主派 将所有的精力 焦点 放在所谓争取香港市民的民意方面 香港社会正在严重撕裂 这些民调对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 政府在4月推出政改方案后 展开庞大宣传活动 官员频频落区 希望透过争取民意支持 向泛民主派施压 不过 最后几个主要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赞成和反对方案的阵营 都未能取得压倒性过半数支持 一定要答 没错了 你见到那些官员落区的时候 身体议员 个个都很不自在 接着有人不断犯错 你第一次落区 你又飞袭不见人 接着有人跟一个市民闹架 这些是会失分 但当然最关键始终都是那个问题 我们出来的政改方案是完完全全 是831的框架之下的产物 你很难去扭转到民意 民意持续交着 即使表决前两个星期 中央官员和泛民主派议员的会面 都没有突破 中央官员更加重申 人大831框架 適用于日后各界特首选举 他没有限定只是2017年 他是从2017年开始 包括以后个人长官实行普选 都要按照831的决定 就是他的效力不限于一次选举 他是长期有效的 我想他似乎的味道有点劝寒 就是最后的机会 虽然你看到他们的 好像都有一些笑容 但是我想棉女藏针 就是那个信息其实很强硬 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很珍惜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泛民也没有可能突然之间 说其实我们错了 我们站在这边 这个不会出现 除非他想以后 政治还是自己消失 以来一场 一定是否 以来一场 以来一场 一定是否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否决这个政改方案 是不是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拿多几枪 泛民主派立法会召集人 梁家杰认为 831框架下的方案 有筛选成份 候选人由小圈子 组成的提委会细选 令人担心 今次接受了这个方案后 日后就会一直沿用 他说 中央和特区政府一直不让步 泛民主派唯有运用仅有的否决权 我想深圳之后 没有人觉得还有事情谈 只是 无论是林郑月娥也好 梁振英也好 只是出口術 摆姿态 去做好那场 是唯有准备的气 他的气码一早定了 气鬼也都拍定 只是一幕一幕地交出气 如果你要追索 最早注定失败是哪个时候 我相信应该是去到 倡议占中和曾普联提出三鬼方案 那个时候 今次的证据已经注定失败 一国底下 中央说他不能够接受 一个对抗他的人 不能接受否定一国的人 不能接受反华的人 甚至不能接受搞港独的人 去做行政长官 从一个合理性来说 又是否他全错了 但当大家认为这些是完全不合理的 完全不跟他谈 那我们又怎样可以走下去呢 他从来没有打算开战谈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过去 你一定要留一些空间 去方便回旋 但他八三一的方案 是全部捨死了 半点回旋空间都没有 都要折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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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着船 开着船马压车头灯 去护撞 看看谁最先扭太鼻子 那人就输了 但最终结果可能是车位人亡 如果车位人亡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埋怨什么人 因为你自己也有份 去制造车位人亡的局面 好的 我们全部都过来 好吗 好 好 乾杯 好 乾杯 乾杯 这个是for democracy for democracy for democracy 今天是好日子 是 是 由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湯家驊献头的智库 在政改表决前一个星期成立 我们都希望成立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开会的联系 我们不想搞到好像很公开 或者是很奢侈的一个成立的仪式 只可以少少了 你现在驾车 智库会集十几个中间温和派人士 包括亲泛民和亲建制的学者 湯家驊说 要在目前议员对立的政治环境中 开辟第三条的温和中间路线 组织这个智库的根本的政治理念 和我当日去倡议 组织公民党是完全相同的 目标都是相同的 但是公民党到今天 在政治理念方面 最低限度和我的看法是有相当的距离 现在重新组织了一个议政的组织 想的当然就是将来会不会 好像今天和公民党一样 希望不会从都覆车 湯家驊说 政改争议令社会撕裂 中央和泛民的关系陷入最低点 希望智库可以为香港民主发展 尋找新出路 重建各方互信 很多人都认定了走中间路线 就是要向北京臣服或者是浅薇 我觉得这些看法是太过简单 太过表面化 我觉得温和的政治人物 或者政治的党派 不是代表他们没有政治理想 或者没有政治原则 只不过他们的处事方法 是比较全面一些 六月十七日 香港政制发展重要的一天 你不是泛民政啊 你说怎么选就怎么选啊 你没有几天 一定是ếu能作出 你知道 很多人只有between 你警察 还用自己的灸灸 跟他们想想想呢 可我希望平常也能按 操 MCU 都把我们可靠靠 有点招itos 在今日之后,我们应该放下分歧,重新出发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动议的议案予以通过 现在付诸表决 立法会经过两日辩论 支持和反对的议员各自重新立场 彼此对政改方案最终会被否决都毫无言念 直至最后投票的五分钟,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开始表决 建制派声称要等刘皇发议员一起投票 突然拉队离场,希望拖延时间 谁知道原来会议厅里面竟然有足够人数继续进行表决 最后令政改方案以大比数被否决 出席的议员37人,8人赞成,28人反对,无人弃权 我宣布议案被否决 我要收捕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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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较为了 我出来,我出来 我出来 因为我身体不好了 所以赶紧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不起 建制派議員事後就沒有投票 多番公開道歉 這幾時才有 所以真的很難過 為了表示團結 民建聯叫我 我是當時聽他的 我們是脫下 但是否決的不是我們 想通過的選民 雖然會責備我們這麼論盡 但是我想他不會說 不原諒我們 只要不想通過的 就會嘲笑我們 但是他的票也不會給我們 所以也沒有什麼影響 我再一次向大家道歉 大家沒有必要做一些陰謀分析 如果建制派說是欺負的 就當他是欺負的 但是即使是欺負的也好 我相信北京就這次的結果 一定是會震驚的 現在情況令到建制派尷尬的話 你如果在選舉裡面 真的發動一個票債票償 很快就會被人拉後腿 就說其實你建制派也沒有人支持 現在不是我們的責任 你們都不覺得值得支持 建制派再要用這個 即是所謂的票債票償攻擊 他們就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 甚至可能有些白痴莫變 在表決後 隨即離場的湯家驊認為 結果減輕了泛民主派日後的選舉壓力 而他就決定退出自己有份創立的公民黨 同時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 自從在2010年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都已經考慮得很清楚 但是當時始終都是有一份幻想 就是可以改變公民黨的政治立場 而且始終來說 我都是看著2017特首選舉 現在2017普選落空了 我覺得已經鳥毛掛淚了 如果我脫離公民黨 而仍然留在立法會 我相信在道義上是算不過去的 而且我也覺得 在立法會11年 爭取普選這麼久 我也覺得應該是向市民問責 我是失敗了 我不覺得我有選擇 我希望香港人理解 和明白我的心情 他一直擔心政改否決後 香港民主發展會倒退 甚至影響一國兩制的落實 所以希望離開政黨和議會 利用智庫的平台尋找香港出路 心虎以來一定是 但我也是希望 真是為香港人打出一條 新的第三道路 我覺得一定要脫離 現在議會裏面的黨派之爭 我覺得只可以有一個 真正的新的開始 政改方案被否決 中央政府和特首梁振英 都指責投反對票的議員 阻礙香港民主進程 而泛民主派就強調 否決方案是幫香港人 守住真普選 否決了 不是世界末日 我反而覺得 否決了之後 我會比較樂觀 我們往後 我們應該怎樣結合這些 公民社會的新生的 尤其是年青的 議政參政力量 去立足於香港 本地 本位的一個價值 來到去審視和倡議 不同的社會政策 全民拒絕 假普選 我相信那個勢頭 是 終於會見到真普選 否決是很大的 因為你看到中央政府 措施都很嚴厲 即是說責任完全由反對派負責 當然他 我想他的心 都對我們的表現 這麼不濟 是會不滿意 但我沒有收到電話 這是另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 是有28人否決 否決中共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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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對這個 本土激進力量 是 抗爭空間會擴闊 如果因為政改被否決 令到香港出現這個 族群撕裂 所有這些責任 都是由共產黨來負的 我覺得 本土派是你製造出來的 港獨是你製造出來的 除非我們大家打算搞革命 但如果不是 一國兩制下行普選 我們要爭取一國的認同 包括人大常委認同 大家可以想像 是否抗爭可以爭取到 人大常委的認同 是否真的可以 還是我們自己 活在自己的浪漫民主裏 很多人都預言 政改方案租否決之後 北京會甚至將香港政策 變得更加強硬 如果這樣說 我覺得就會有悲劇 當然北京是可以這樣做 泛民似乎所有動員和群眾運動 在這一刻看起來好像都無以為計 香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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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樣不代表對北京來說是沒有代價 你越強硬的話 香港人的離心就越強 而當一代人的離心越來越大 對中國越來越疏離的時候 我相信造成的傷害會更大 當一國兩制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香港新一代 還可以怎樣在後政改時代 繼續爭取民主呢 下星期 鏗鏘集 下星期 鏗鏘集